经济合作继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报告显示,先进国家中空气最差的国家是南韩,其空气中的细尘浓度过去17年来不断升高。 周日公布的报告显示,2015年时OECD成员国家的空气中平均细尘浓度每立方公尺约13.7毫克,但是南韩的浓度高达32毫克。 空气品质倒数第二名的是波兰细尘浓度高达23.4毫克,空气品质最好的是冰岛和挪威,其浓度分别只有2.9毫克和4.4毫克,而且两国都大幅依赖再生能源,冰岛的依赖度高达88.5%而挪威约44.6%这个百分比在南韩只有1. 百分之五,南韩总统文在寅8月宣布将增加研发干净能源科技,希望能在2030年前用这些科技取代老旧的燃煤发电厂和核电厂,南韩政府也将停止核发建设或是营运燃煤发电厂的执照。 中时电子报 中时电子报